一般二次方程的例子里面 都不乏关于根式的方程 那我们遇到根式方程的人呢 具体的做法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就像这一条例题一样 那我们知道 根式里面的东西如果需要有意义的话呢 那根好里面的东东呢 这东西是需要大过或者等于0的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看到有一件这样的东西 那先讨论小的这个根好先啦 小的这个根好里面有一个X 那我们就可以conclude到这个X呢 当然这个东西是需要大过或者等于0啦 那然后我们再继续讨啦 那X大过或者等于0啦 那 它在一条 数族上面 那我当这一点是0啦 那一直向右伸延啦 那X 它自己减 那跟好它自己 这个东西需要是正数 因为它 仍然在一个跟好里面的嘛 那这个东西需要是正数的话 那X的取值范围是什么呢? 那我开估啦 答案呢 就是在1 之后的 那所以呢 X总结呢 X总结呢 就是需要大过或者等于1的 那 详细可以回来留一想啦 如果一个数 它需要大过1 那它减 跟好它自己呢 这个才会是正数的 那如果它是0到1中间的一个小数的话呢 那就不work的 那大家可以 有时间可以自己试一试啦 那呢 我们得出X大过1的这个conclusion之后呢 那当然我们 还有一点呢 就是 X加跟好X这个东西需要大过0啦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很安心 将这一条式的右手边呢 变形的哦 这一条式的右手边呢 就可以将这个跟好呢 拆开分子和分母这样跟法啦 跟好X over 跟好X 加跟好X 那有很多跟好在这里啦 那如是者呢 这一条式呢 就可以左边 不是 主要是右边而已 右边 去分母进行一个去分母的程序之后呢 再总结我们就会得出下面的一条式啦 就是 2X 加 2个跟好X 然后 减 2乘以 X的平方 减X 这块东西 等于 3个X sorry 是跟好X才对 那然后 之后 当然又将这个衣服 踢过去啦 整理一下呢 我们就会有 2 X 减 更好X 减2 减2 乘以 更好X 再乘以 这个 更好X 减1 这个东西 终于等于0啦 那之后我们 有公恩抽的哦 如果我们将这个东西 这个X 又是这样啦 写作 X的平方 那就可以抽到个 更好X 出来啦 那我们抽了个 更好X 出来啦 然后 里面剩下的 就 固定了 我们会有 2 更好X 2 减1 减2 更好X 减1 这个东西 乘以0 但是呢 我们一开始呢 就已经说过 X呢 是一个大个1的数 那 没办法啦 所以这个东西 就不会等于0的 那 唯一等于0呢 就是这个东西而已 那所以我们 讨论一下 这个东西等于0 那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 简单的代数运算呢 那我们就可以算到 这个东西 的X呢 是等于 25 over16 那 那 接着 由于更式的方程呢 我们在 平方了之后呢 因为 我们计算这个东西 是要进行一个 平方的过程的 那平方了之后呢 这个X的取值范围 是增大了 那所以 都是那一句啦 我们计算到之后呢 那就要将 这一个 答案 就尝试 扣到这一堆X那里 那看看原式 左边 会不会等于右边的 那 如果我们将25 over16呢 扣到这一条式 那 那事实上 左边是等于右边的 那所以呢 今次这个X呢 的解呢 就是25 over16啦 那 每当我们看到呢 那些根号里面 嗯 一个是根号X加1 一个是根号X-1 那组织的 那组织的 那我们都会有冲动 想将他们固定在一起 然后 拿一个平方的 那 那如是这呢 我们看一看啦 那首先将他们固定在一起 说过X加1 加根号X-1 那然后将这些 不关系的东西 放在旁边了 就是X加 这个根号X平方-1 那然后下一步 当然就是拿他们的平方 那 那 就拔一个大括弧 X加1 加根号X-1 这一块 整个东西的平方 那这个平方会出什么呢 那就是这些根号没有了 那就是有X加1 加X-1 然后加2 乘回这两个根号的 那有一个根号X加1 加来整个根号X-1 那 那如是者 我们看到有些东西可以约 就是一个正1 一个负1 那这里加上就是两个X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抽出来 抽出来 抽出来 抽一个 二出来 那然后有个X 加 那 那根号再 这个东西 和这个东西 就可以变成一个 X的二分 和X的二次方 减1 这个方的 咦 那 那 很特别了 我们留意到 这一块东西呢 就和上面这块东西一模一样的 那所以这一块东西的平方呢 那就等于 二 乘回 这个自己了 那我们可以将这一块东西 索性 另一个数 那 叫Y 等于 这个根号 X加1 加根号 X-1 那 Y得了这块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一条这样的式 就是 Y的平方 等于 2Y 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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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简一下 我们就出回 Y平方 -2Y 也就是 Y 和Y-2 这块东西等于0 那 那之后我们就到了讨论的时间了 那 那首先 我们拿这个 算术平方根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根号 X加1 加这个根号 X-1 这块东西 需要 是需要大个 或者等于0 那 那接着我们就要讨论一下 究竟是 Y 等于0 还是Y-2等于0 那首先 这里Y呢 那多谢这个算术平方根 我们知道这块东西 是要大个 或者等于0 那 但是呢 这块东西 看看可不可以等于0呢 发觉是不行的 如果 这块东西 整个东西 等于0的话 先是说 这个东西 是不可以等于0的 那如果这个东西 等于0的话 那我们就会有 X加1 等于0 和X-1 等于0 那发觉呢 这个东西是不成立的 那 没有可能找到的 那 那 那 然后我们就剩下 Y-2 等于0 那就是Y等于2 那 所以这块东西就是X-X加1 加这个X-1 那 那这块东西呢 需要等于2 那 那 于是者我们就 就 经过简单的代数运算呢 就 找出个解 这个解呢 就是 X 等于5 over4 那 那 然后又是这个老规矩 我们 将这个解 代入去 原本的这条式 看看是否左边等于右边 那经过这个步骤之后呢 就发觉 是可以的 那所以 X等于5 over4 就是这一条数的解 来啦